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请坐 请看《大臣无量寿经节》第688命 688命 道素第二号 从最后两句开始 尊圣尽善 仁慈博爱 这两句是经文 谨心略 圣通佛生 善事出事法 是无上宝固尽 此则三宝也 事出事件 最尊最贵 称之为宝 无过于是 现在人 尊敬的心 完全失掉了 今天社会 这个尊根尽是有名无实 那么它是 事出事件 一切善法的根源 这两个字没有了 也就是善法断绝了 善没有了 当然 当然 我就是善了 所以说 卧法在心前 兴旺无忌 善 我感到的是 相互 仁慈 我感到的是灾难 是痛苦 我们都经常讲的 痛少 我们身在 现前这个社会 读这段经文 感慨 很深 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世界 还会能正常吗 天下多少人 都有这个疑惑 高层的领导 也不例外 似乎 对于安定和平的信心 都没有了 这个原因 到底在哪里呢 为什么 过去社会 那么好 诸佛菩萨 刹土 那么样好 我们有没有认真 去思维 观察 冷静 认真 思维观察 你就看到了 圣事 一切美好的 第一个因 是教训 佛菩萨的 极乐世界 也是依靠教学 而成就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教学没有了 那许多学校都在教啊 教的是技术 教的是知识 没有教能力道德 没有教学会做人的智慧 换一句话说 圣贤的教育 与本性相应的教育 没有了 用佛法的名词来说 现在的教育 现在的教育是心外 求法 心外求法 则佛法成为外道 外道可以扰乱 不能恢复正常 这就是今天 社会动乱的原因 地球灾变的来由